今天來看一下陸服冠軍杯 兩隊熱門球隊八強對戰的比賽吧 稱霸全國的LB和MZ都是冠軍級球員 而4BK中的PINK是傳說中的天才少年 兩隊實力非常接近 打到BO5最後一場 在開始之前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 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訊息哦 高砂擋拆十分出色 撞低了阿牧和引到了花形走出來 先到一個突破扣籃就入球了 花形用中距離高手引了高砂出來 就算被干擾 籃板球也會是櫻木搶贏的 高砂再一次擋拆成功 給仙道一個出售的機會 高砂把櫻木撞下來 櫻木站起來時 仙道已經在突破了 來不及封第二段的上籃 在公開比賽中 先4分下得到了球權 會開始拖時間 減少攻防回數 增加取勝機會 跳起完落地 球員身體未站直的時候是接不到傳球的 這個通常會在搶完籃板後發身 時間剩下不多 墓在這個時候跳起 大家會以為他會用帝王強投 仙道也用了引追下墓那邊 但墓把球分給了櫻木 空位了 仙道閃過阿牧的抄球 看到花形和櫻木都只守在籃框下 突破之後就及時來過後仰跳投 仙道突破後 負責防第一段的花形已經失位了 一段扣籃得手 這個一審之後傳球 主要是想騙取池上的大招 池上沒上掉 就沒有再謊直接傳球了 開始的時候是互相傳球避免持上大招 但突然用了高風險的二傘分球 在下一次接球 開始的時候是互相傳球避免持上大招 但突然用了高風險的二傘分球 在下一次接球 阿牧帕牧會再晃 按下了大招 阿牧成功騙到池上的大招 先到突破向高砂的方向 對手需要繞過高砂 才能夠封蓋得到後仰射球 之後再見囉 這一球阿牧頂投十分奇怪 櫻木也沒有用上補扣 成為了這場比賽的轉捩點 仙道用影欺騙對方內線球員 再加上高砂的擋拆 這一個壓哨球處理得非常好 只剩下22秒落後4分 需要快射一球 木晃了晃 櫻木扣完籃只剩下18秒 對手就可以一路傳球到時間完結 否則不一定 更好 張立正前 卻突破翍 繼續努力 旁邊是 失敗的 universal 但不一定會變得更厲害 還能有外表的解釋的我呢 將來抬起這段時間終結 Image 以後你的答案是清楚了 好的 得起這段時間 用來倒閉了解釋的東西 要解釋的東西 但是一定會噁心 此外 這種不一定是解釋的東西 好的 還可以立即是是安排的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 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 下次見